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是因为发生了比较紧急的事情 春节期间在一片欢声笑语快乐祥和的气馆中 发生了一起恶劣的赖窗事件 等等这种事根本就无所谓吧 话说我为什么要吐槽我自己啊 现在就让我们来连线现场记者小蛙 喂小蛙 喂大嘴你好 小蛙你好 能否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呢 好的大嘴 各位小张司可以看到 我现在身处的是一个正常的卧室 门外可以隐约听到亲戚们的欢声笑语 以及过往啪啪的碰撞声 同时从门缝中有饭菜的香味偶尔会飘进卧室 小蛙可否为我们详细一下当事人的情形呢 好的主持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枕头边上还放着充值电的手机 和打字打到一半的祝福短信 而小鬼头正蜷缩地被窝里 一头凉乱的头发从被子边缘露出来 请信小蛙请与客观事实进行报道 小鬼头没有头发 不好意思 我们进行过专业的训练 一般不会笑 小鬼头 你还好吗 可否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两句话呢 那小蛙姐后期可以把我的名字打上巴塞克吗 好的小鬼头 我们会尊重被采访者的要求 那么这位不愿意套入性命的小鬼头先生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在春节期间迟迟不愿起床呢 事情是这样的 春节前一天我还在家里开开心心的吃点相遇回 自从春节开始 家里的客人就不断增多 老大也在不断地招呼客人 我也跟没插不上嘴 老大还时不时地让我叫这个叔叔 叫那个阿姨 我就不知道怎么小时候他们都抱过我 难道我小时候是几股传花传出来的吗 我一个客人都不认识 还要一直坐在那里尴尬 所以我就不想起床了 反正我不起床 就没人会让我认七道姑八大姨了 那小鬼头先生 小鬼姐你打马赛克了没有啊 打了打了 你今天打算什么时候起床呢 我啊 我等会会清醒一下 要去洗漱吗 我清醒一下打开手机 清水水群 再去刷回小娃姐和老大的视频 然后开两句游戏 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还没想好 好的主持人大嘴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感谢小娃发回来的报道 小鬼头你给我起床 老大你就在隔壁啊 我说你在隔壁 为什么还要看直播呀 你就说你起不起 我起我起 不对啊老大 小娃姐明明刚才从我这边出去了 你没有遇见他们 当然遇到了 小娃早就把饺子包好了 小鬼帮你快起床后 我们一起吃饺子了 今天家里没有客人啊 我们三个好好的吃一顿饭 也祝所有的粉丝们春节快乐 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 对我们的支持 新的一年 我们会更努力的给大家带来 更多更好看的视频 还希望大家静静期待哦 饺子煮好了 饺子都上齐了 你们终不吃啊 这饺子都是一件美事啊 小娃姐不要玩狗了 那最后我们一起给大家拜个年吧 祝所有粉丝们 五五十五 春节快乐 小鬼头你总是和我们不一致 慢点吃 没人跟你想